大家好 我是阿琪 准备收东西了 早上这边好像是皇位的一些 处理废弃树枝的一些地方 说这边不能生活 我现在要离开这个地方 先把东西收好了 开车过来把这些东西放在这里 早知道稍微远一点 他们已经走了 然后我先把东西收起来了 哎呀 这里放的都是一些枯树枝 本来早上还准备煮点饭 现在就弄简单一点了 把这个鱼汤给它烧好 然后下点面 冻成冻子了 早上就简单下一点 我怕等下那些人又回来了 挺麻烦的 我没想到在这里才会被赶 哇 挤鱼面 半锅面 半锅鱼 吃面吃鱼 东西的话终于是收好了 今天继续前往北极村 昨天是在这个空港公园 这边和对面都是属于这个公园的范围之内 通辽市克尔辛智慧城市指挥中心 马上就要出这个市区了 过了一个红绿端 那就出市区 在这里休息一会儿 传一下视频 视频也已经传好了 我发现在内蒙古的通辽这边 基本上还是东北化为主 我在这边传视频的时候 就是很多人聊天什么的 都是干喊啊 这种东北可应 哦 沐山追越了 又胖又直 你看 这边的火球追上它 哇 太多玉米了 从来没有见过 只有到山东啊 然后东北这边 就对待马路过 就对待马路过 休息会儿吧 买了一斤橘子啊 然后 收割机 都公布 我现在是在辽河大桥 我现在这个辽河 现在也是 内蒙的一个小村庄 前面是 这里好多羊啊 这羊吃干草 太阳快落下了 现在才4点了 我感觉天都要黑了 没有一个角色 太平方 吉利省太平方 正面面和 外面是一阵子 天都飞 是一阵子 还有一阵子 这阵子 是一阵子 是一阵子 这阵子 是一阵子 是一阵子 的 是一阵子 是一阵子 这阵子 是一阵子 哦 这里还有一个大湖啊 今天晚上我就准备在这个高速桥下 先把车子开上去 这里应该没什么问题啊 稍微离空路远一些 这里还有一丢丢太阳 特别亮 车子先放这里去湖边逛一下 这湖特别大 再过十公分 我感觉连这个路都淹掉了 那边有个房子好像已经淹掉了 哇哦 挺漂亮的 淹到了 这个房子 我不去 这个湖确实看不到头啊 那边 这边能看到 挺大的这个湖 不过我还不知道这个湖叫什么名字呢 现在马路边车身有点大 人往上的话就好了 得先找一块平地啊 哪里适合搭帐篷 这虫子也太多了 这叫牛身上的 应该叫什么牛芒吗 好多啊 因为这边可能养动物比较多 放牧多一些 先把照片搭起来吧 搭在这一块 这个风吹的还是有点凉啊 帐篷的话搭好了 然后这里是今天晚上做的菜 刚刚我看了一下这个湖 这个湖其实离我们还很远 但是现在的话可能它这个湖水山长了 所以的话面积扩大了 今天得到帐篷里面做饭了 刚好在这个桥底这个形成了一个过堂风一样 刚刚已经把做饭的什么都拿进来了 今天就在帐篷里面做饭 休息了一会儿 然后把这个垫子先给它铺上 地上还是有点凉 今天晚上麻辣羊蝎子炖羊排 羊蝎子就是羊脊骨那里吧 ok 倒点水先煮一下 这个就是羊排 还有这个是羊蝎子 就是羊的脊椎骨 先把它全部出水 我把这个门开了一样 因为水扔机太多了烧开了 再煮一会儿吧 可以了光火 哇 雾气太大了 搓好水了 然后把它洗干净 把里面洗一下 然后放到这个高压锅里面给它压出来 直接调个味 炸一袋火锅底料 然后调个味放点盐就可以了 先放一袋火锅底料 麻辣火锅底料 来点生抽 来点酱油 加点水 麻辣羊排炖羊蝎子 羊排什么的已经放里面炖了 等上汽就好了 刚刚上汽炖了二十分钟了 我们稍微等它凉一会儿 先吃个橘子 今天这个橘子买的还可以 我已经闻到了好浓的羊肉味啊 我感觉应该是可以了 试一下 可以了可以了 肉可以脱骨了 有点汤 我去 我去这帚帽里面 脱的都是汤 先把这个放一边 然后我们把这个高压锅洗一下 煮点米饭 好几天没吃米饭 一瓦米 两瓦米 倒水洗一下 米饭也已经上天了 这个在里面烧太热了 把它放到外面烧 这里有这个白菜 直接放进去 你不用 嗯 这个也好了 哎呦我去有点重啊 把这个炖一下 把这个炖一下 蔬菜炖熟 哇还有点热 哇 密封性还可以啊 我感觉 炉子也比较给力 哦 边吃边炖嘛 饿了 真的饿了 肉熟了 这个菜的话 可能还要再炖一会儿 没关系 哇 哇 哇 这个打烊 哎 哇 也不行啊 烫呀 这样 先吃这个羊蝎子 暖和 这零下40度 我感觉没有问题 真的 更不要说现在只有零下十来度 哇 好热啊 哇 这我得把这个帘子开着开着 主要这个水蒸气有点大 水蒸气有点大 把这白菜炖一下 炖一下 然后我们就把它火光了 把这羊排 太大了 先吃这个羊蝎子吧 冷的快一点 哎呦我去啊 说起这个羊蝎子 我就想到我第一次吃羊蝎子 我都不知道是啥 真的第一次吃羊蝎子之前 我都不知道羊蝎子是个啥呀 后来才知道啊 原来就是羊骨头 哎呦我去这是 飞油 现在知道了 就是啃这个骨头上的热 白菜应该熟了 萝卜我感觉深了 看一看啊 吃肉吃肉啊 这么大一个 这个鸡啊 哎呦我去 打点米饭吧 边吃饭边吃菜 哎呀 底下稍微有一点点 问题不大 打上来 凉一会儿 刚刚的话太烫了 今天也走了一百多公里吧 应该是不到200 啃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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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一的一点就是 有点麻烦 不像吃肉 咔咔吃就行了 适合喝酒 哎哎呀 不吃饭 不吃饭的话 感觉吃不像吃菜 容易饿了 尤其是第二天 早上起来就非常饿了 吃点米饭就不一样 哎呀 这么大一块 这个应该凉了 刚刚吃饭的时候 麻下来了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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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应该差不多 吃饭 刚刚把饭吃完了 留了一点 明天早上吃个午饭 早点休息吧 天气是越来越冷了 慢慢适应 我觉得还行 晚上在帐篷里面就不太冷 白天骑车的话 有太阳的话 也不算太冷 就是还能接受 衣服再多穿一点 我现在还只是穿了几件衣服 还没有所有的衣服都穿了 所以问题应该不大 这次我买了一些快递 发到那个黑龙江 还有四百公里 还要走个两三天吧 然后快递也差不多都到了 之后的话就赶往墨河 好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